小树蛙跟狐狸猫约好 今天下午要一起去狐狸猫家喝下午茶 餐点准备好之后 小树蛙说刚泡好的茶太烫了 于是狐狸猫便从冰箱拿出冰块 放进它的杯子里 狐狸猫看到小树蛙正在喝放了冰块的红茶 跟刚刚烧好的一壶开水 它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释放出热 放在冷冻库的液态水才会变成冰块 而用来冲泡红茶的热水 则因为释出热 所以气态的水蒸气慢慢转变成液态的水 这些过程被称为水的三态变化 我们知道水的三态变化涉及热量的变化 所以这是化学反应吗? 小树蛙放下杯子说 首先我们要知道如何区分物理变化 和化学反应 两者的差别在于有没有产生新物质 当冰块融化变成水时 水的形态从固态变成液态 但是没有产生新的物质 因此属于物理变化 小树蛙接着对狐狸猫说 你是否能根据下列现象 判断出哪些是物理变化 哪些是化学反应吗? 我们刚才已经知道化学变化和物理变化的差别 在于有没有产生新物质 金属加热后体积增加 水蒸汽凝结成水滴 砂糖溶于水中形成糖水 这三个现象都没有产生新的物质 因此属于物理变化 而木材燃烧后会产生二氧化碳 产生了新物质 所以属于化学反应 答案是D 你答对了吗? 发生化学反应时 常常也会伴随光和热的变化 比如说 我们在节日时常看见的烟火 同时有颜色变化 跟产生光与热这两种现象 这是因为烟火的爆炸过程中 能量大部分转化成光能 呈现在我们眼前 除此之外 我们也已经学过化学反应 会有下列变化 颜色的改变 温度的改变 沉淀的产生 气泡的产生等等 又或者是料理时 像是食物加热后产生的变化 例如颜色改变 凝结等 还有在水里丢一颗发泡钉 便会出现大量的冒泡现象 这些现象都是化学反应 小树蛙接着对狐狸猫说 学了这么多关于化学反应的知识 那我来考考你 已经知道化学反应会产生新物质 那要如何知道有新物质产生呢? 你想到了吗? 我们可以运用已知化学反应 常伴随着的变化 例如颜色的改变 温度的改变 味道的改变 沉淀的产生 气泡的产生等 来判断是否有新物质产生 我们先看用双氧水 制备氧气的实验 因为生成物是气体 所以可以观察到水中有气泡产生 蓝色硫酸酮晶体受热后 变成白色 表示硫酸酮里头的水分被分解出来 剩下白色的晶体 属于颜色的改变 当小苏打加热后 会产生碳酸钠、水 以及二氧化碳 而且可以利用橙青石灰水 检验二氧化碳气体 因为有白色沉淀物的产生 使橙青石灰水变混浊 小树蛙问狐狸猫 这个反应中有水的产生 你还记得 可以用什么方法来验证? 狐狸猫回答 我知道 可以用氯化芽菇氏纸进行检测 蓝色的氯化芽菇氏纸 碰到水会变成粉红色 这是一种化学反应 将氏纸放进管口 颜色由蓝色变成粉红色 表示鸡在管口 的确是加热小苏打后 所产生的水 小树蛙表示 狐狸猫你真棒 接着又问狐狸猫 你有注意到 为什么装有小苏打的 进行加热氏管 要稍微往下倾斜呢? 这是因为小苏打加热后 会产生水 如果水蒸气凝结成水珠 流到氏管底部时 容易因为温度差异 造成氏管破裂 因此需要将氏管稍微往下倾斜 让水珠积在管口 而且实验结束后 先将橡皮管移出石灰水 避免石灰水逆流回氏管 有以上例子可以知道 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排列 物质的本质或形态上发生变化 而产生新的物质 而A、B、C三个化学反应 分别可以透过观察到的不同现象 知道有新物质产生 A可以透过气泡产生 B、藉由颜色改变 C、有白色沉淀的产生 来判断出有新物质的产生 你答对了吗? 狐狸猫将今天学到的知识 进行整理 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排列 物质的本质或形态上发生变化 产生新的物质 化学变化后的产物和变化前 具有不同的性质 最后,和狐狸猫一起脑力激荡吧 想一想 化学反应是原子重新排列组合 原子的种类和数量是否会改变呢? 反应前后 物质的质量是否会不同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们 下次见咯!拜拜! 未经许可,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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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可… 5个月